喂 各位大家好 三國志十四 上一集我們成功攻陷武威 消滅了何俊 同時得到梁州的地理優勢 我們可以跟山地之民的姜族建立友好關係 今集我們的目標就是消滅流月 佔領安定 讓我們平定西北面 光復我們的大秦國 然後為我們統一中華踏出第一步 安定這座城其實被我們三座城圍絕 所以我們不需要等我們立即出兵 三座城一齊去隔擊他 我們先看王展和蒙田隊走出去 由我們剛才見到的馬袋作為先鋒 向著安定進化 天水城也同時出兵 首先我們派在第一閃的時候 曾經打贏過公孫道的流氓 以長蛇陣出戰 我們跨過山頭去幫忙佔領另一座小城 大家出發 另外還會派公孫院 以及渴翼陣 小小的三次人可以幫我們加速佔地的速度 確保我們的補給線 不會斷開 而且可以削弱對方的守成軍 在軍隊到達安定之前 我們施政都要有少許改變 最重要是支援我們 我們要選一個開發設施 讓我們可以起到更多的軍事設施 例如這個軍樂台 可以增加我們的士氣 儘管放心吧 消滅了何進之後 有很多武將等我們去招聘他 所以你繼續就會看到很多 我們不斷嘗試招募人的動畫 講到明在三座城圍攻他 所以李信帶著李懿兩個人 就來長安出發 李懿帶著長蛇陣 向北地那邊進化 然後繞山路 準備在那邊去圍困人的城 而李信隊帶著8000人 向我們連番失禮的玉眉小城進化 即刻出征 佔領梁州之後 我們立即派認證 去找山地之王 同意認證 向山地之王尋求協助的場景 為了確保 今場在萬無一失 我們另外派多王府鬆隊 帶著3000的硬行鎮 向李信那邊支援 都跟我來 多次擊敗我軍的珠環 在這個時候 從安定走出來 我們上一次說過 我們要在小氣寶裡 記住這傢伙 我們現在就看看如何處理他 我們看看他只會攻擊流敏隊 所以暫時在流敏隊 會憑著長蛇陣 向山上逃去 暫時避免交戰 會是最好的選擇 然後為了更加好處理他 我們跑武力追過的李信 這傢伙那麼喜歡單挑 我們就找李信和他單挑 但誰會贏 我們現在就有山地之民 可以派出來作為將軍 衣援給我們的李信 衝過來 就嚇到屁滾尿爐 走回到安定 然後安定也派了另一個弓箭手 走他 在他的弓箭附近 準備勾引我們 進去攻擊他 哎呀 猜猜他去不了 弓箭手剛剛站在這個位置 挺頂癮 搞到我就覺得 站在這裡有他射又不是辦法 衝進去又被他弓箭的攻擊 但我見他的4500人 現在士氣不是特別高 所以我決定找人進去殺了他 然後李信在附近興建軍樂團 因為他人數雖然多 但是士氣不算是比較高 可以在攻城之前先提高一下士氣 亦都要改變施政 增加我們可以興建不同的軍事設施 王展的一個戰法 勇往邁盡基本上殺了一千五百元 另外為了確保真真正正的萬無一手 我們帶更多的弓箭手 向上面安定進化 為了再三確定一定去攻陷造成 你看到我連頭石機都帶了 今次實沒死 這個回合 這個珠環 再一次帶了九千人的部隊 走過來北面襲擊馬代軍 這一次被他突襲成功 但亦都意味著安定的人數變得非常少 是時候發動這個總進攻 這個攻擊馬代軍 混亂之中 我們不小心斷了珠環的部級線 令他陷入一個混亂 然後我們見到李信趕到來的時候 再看一看附近的兵力 我們覺得 這個弓箭手應該不需要過來 我們可以回到長安城 另一方面 曹操繼續在葡魯關打 但他已經劍指到葉 你看到他擴戰得非常快 不愧是曹魯大 果然水退過後才知道誰是沒有顧著的 經過一番的會戰 最後站在這裡的就是我的巡國三大將 鬥鬥我們的三巨頭成功 攻陷安定 攻陷安定 滅熱了樓宇之後 下一步當然要將所有人招攬回來 而且經過一輪大戰之後 我們有很多內政要處理 包括地區 精兵 還有很多人藏的調動 這些東西我們很快就處理完 難得巡過這段時間一段和平的時間 所以我們轉鏡頭去看一看 曹操怎麼攻陷趙國的舊手刀圈 葉成 另外安定之戰一路彈的時候 我們繼續跟山地之民的僵眾親善 很快我們的關係 因為他們有一個親密的地步 而族長達人也來到 令到我們有更強的山地之民的武將去加倍我們 我們山地之戰的能力就會大幅度提升 除了安定之戰的結尾 亦都令到我們沒有後顧之憂 是時候論功行上的時間 我這一張七星寶劍送給李順 終於武力值提升到95 令到我們巡國終於有一個武將 跟他們三國時代的猛將可以擊一戰 另外一張女士春秋送給呂北韋 令呂北韋終於拿回自己的著作 也多謝這個大哥提醒 因為這個事件可以發生 除此之外我們在剛才安定之前 就可以看到我方的巡國三大猛將 這個王展、蒙田和李順的功勞有多大 所以我們將他們三個結拜成為異兄弟 代刺統一中華的大業 就肩負在我們三位巡國猛將身上 如果你問我的話 蒙田和李順結拜都合情合理 但這個王展最少是王者天下漫畫 就應該不會跟你結拜 可惜三國至十四裡面 我們講求武將連攜關係 如果他們不結拜的話 其實我們只用巡國的武將 很難跟三國時代的猛將可以一較高下 好了我們是時候把木光放到我們 之後下一步要攻擊的城 我們看到這一座的淵城 不單是人數比較少 而且地形上全部都是山路之類的東西 我們剛才跟山地之民所建立關係得到的姜族武將 就在山地裡面特別強 所以我就決定先進軍淵城 等於打了關後再決定下一步怎樣去做 我們有一出徵就是王展蒙田和李順 我們剛剛結拜的三兄弟 領軍向著淵城進發 李順作為先鋒帶著長蛇陣 出先來到公爐附近 確認他射成返環的話 先向著公爐前一架停一停 看著那裡可能有什麼方向 而孟田帶著井欄向著城關直接進攻 王展帶著八千人的硬行陣 後面跟著作為支援和攻城 在這個公爐前面就踩到一個陷阱 幸好運用李順出來做先鋒探一探路 確保後面的攻城軍安全 陷阱這些有一就有二 李順除了在這裡踩到第一個陷阱外 也派他走進去前一點 然後彈一彈出來離開公爐的射程範圍 來再試探一下到底這裡是否真的沒有了所有的陷阱 我們很快就看到原來還有另一個火焰陷阱 所以這個先鋒部隊特別在攻城情況是非常有用 早一步引爆火焰陷阱早一步燃燒完 這個時候公尊站走過跟他們親善 看一看新的地方這麼遠 一個六千多兵跟我們親善 這些就是真朋友 即使他被人滅了我們應該之後都要口袋他 我們為了要向東面進發 我們這邊派一萬三千人向著長安進發 同時帶大部分金錢和軍糧支援戰爭 長安也同一時間帶一萬五千人向著同關進發 準備好我們隨時前線可以打仗 巡國的三巨頭已經推進到武關前面 清除了公路之後 我們在這裡附近決定先建建建設施 先王子會在附近建軍樂台 因為你見到我們的軍隊雖然來到這裡 但是他們的士氣相對上減少少 然後理想就在後面建這個陣 因為反正夢田的井難也沒有這麼快來到 然後你見到孔遊隊派了出來 準備在這裡防守武關 但是區區三千人完全不需要害怕他 你見到同關已經有二萬二千人了 所以我就開始起了一個念頭 就想找一些二線的武將在這裡聚集一下 然後就在這裡準備可以攻打樂陽 你見到你最終找了大概七個人在這裡 當中包括一些武力高 統聚高 或者是一些射箭的人過來 最終同關這裡我就忍不住手了 是時候又出征了 我們剛才叫回來的人 基本上我們需要的東西都已經齊了 帶著兩架衝車 兩架三千人的衝車 再加上其餘的部隊 二萬二千人沒理由攻不陷涵谷關 立刻出發 這個時候突然公尊賺走過來和我們聊天 給我們一萬軍狼 看一看 真的很感動 臨死前要派軍糧給我們 這個恩情我們一定要報答 剛剛見證了巡國三巨頭的攻城方法 我們來看看這個二線的武將 二萬二千人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另外武關這裡雖然已經打了下來 但眼前還有一些陣的建築物 或者一些小城市 我們還要佔領 所以派李信和王展 王展負責帶衝車去消滅這個陣 而李信負責佔領一些小城市 擴大我們這邊的領地 王展一瞬間消滅了眼前的陣 然後李信開始佔領下面的小城 另外武關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武將 我們先派一個僵續的鬥將 大約二千人佔領再遠一點的奴陽 攻打淵城之前 我們先將附近的領地佔領 去增加我們的優勢 捷克出征 猜不到王虎衝和盧直 兩架每人三千人的衝車 都攻不堪涵谷關 甚至我們人數幾倍已經死了一半的人 我們現在就看他們在搶擊咸谷關 希望在人數死光之前 可以攻陷到這個城 但就這樣看就不太樂觀了 也因為我們用衝車去攻打咸谷關 所以咸谷關的士兵幾乎沒有死 但是破不了城就破不了城 所以現在在我們緊急 照多三千人的頭石兵走出來這邊 希望可以助攻到這個位置 都跟我來 就是這個緊要的關頭 在這個咸谷關 只剩下5%的血量的時候 竟然被人突破出來 我的攻城武器 也都在這裡全部同一時間陣亡 想著這個頭石兵可以走過來幫忙 誰知被人輪了 我這個單挑有沒有搞錯 在一看我這邊 我的頭石兵的武將 竟然還不夠人的高 看來這場的單挑真是涼過水 但現在事情來到這個地步 其實都沒有辦法 你看到咸谷關要攻都是要攻的 我們唯有堅強伴隨著大量的犧牲 去攻陷這座城 同一時間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消耗了大量的兵力 我們只好在同關再一次調配大量的軍力過來 去掩護咸谷關 我們必須要在曹操佔領諾陽之前 率先帶兵去到咸谷關 然後攻陷諾陽和曹操讚諾陽 在這個時候竟然被趙範看中了 下日三隊軍隊走過來攻擊李遜 其實如果真的要打 我覺得未必一定輸 但為了不要浪費太多的兵力 理想只好去回城 然後這個咸谷關 即使只有五千人左右的狀態 都要立即出兵 因為我們跟曹操去搶這個鶴陽 馬鬥和諸喚 兩個帶著追行陣 向前推進 先佔領附近的小城為我軍後面的主力開路 主力軍隊已經到了 但我們剛才知道 憑著二線軍隊攻城實在太難 所以王展和蒙鉗從武關那邊召喚過來 帶同王虎松再一次出軍 說到尾 我們攻城都是要靠我們的一線巡將去做 然後兩邊的追行陣 繼續向前推進去佔領更多小城市 削弱這一組的鶴陽城 尾力軍隊的推進非常之好 而且在前線準備建一個陣 去增加你的防禦力 而蒙田的井藍已經開始就位 左友兩翼的追行陣 也很快占領下一組的小城市 很快向諾洋那邊準備包圍 雖然他們不會造出太多傷害 但向洛陽包圍可以減少其他軍隊受到的戰傷 基本上可以用他作為獄盾 終於入冰臨城下開始進攻這座首都洛陽城 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實洛陽是有獻帝 所以攻陷了這座成就,我們都要決定 我們會不會擁有獻帝 現在這個情況,你猜猜認證會不會擁有獻帝呢? 好,終於來到關鍵的問題,我們會不會擁有獻帝呢? 說笑啊,我認證就是31代巡王 我曾經無力統一中華 現在因為這個獻帝廢材 搞到諸侯分裂 縱使要和這個世界為敵 我都會再一次結束這個世界的戰亂 風合洛陽之後,我們也可以和羅馬進行交易 希望這個外國技術可以增強我軍的能力 所以你立即派人去羅馬建立友好的關係 同一時間,下一集我們就會看到 剛剛雖然攻陷了這個洛陽城 但是曹操的軍隊本身就已經向著這個洛陽城進發了 我們必須要立即配備這個軍隊 去抵擋曹操曹操的進軍 然後守著洛陽城才算是成功 好,今天的三個字,十四是這麼多 祝這麼多大哥,沒有混槍龍 再見